好 来看到主卧室了 其实我会发现除了公共空间 它的采光非常好之外 主卧室也真的是有非常棒 而且是几乎三面环绕的采光 其实这个对我们在空间规划 尤其是卧室的空间 是一个很难很难的课题 我要保留它这么好的景观跟采光 可是它是睡眠区 太亮也不行 是的 您可以看到我们的天花板 在睡眠区床的上缘 我是没有任何灯具的 我们让它压低 让你的视觉的尺度太安定 这是第一点 你有点遮光的效果 是 OK 第二点 因为它三面都有采光 所以我用了双面柜 就是电视墙跟衣柜 去区隔我更衣区的 一个很大的窗户 那化妆台在那个地方 这么亮 这么大 我又要紧 但是我镜子怎么办 对啊 你不能把它遮掉吧 是的 所以很多设计师都是用仙镜 那仙镜往往会造成一个困扰 当我没有用的时候 桌上满满的东西 可是当我要用的时候 我要把所有东西全部清到旁边再掀起来 时间久了就是不会掀了 或者是掀着不放 所以我们做了滑轨 我们做了一个滑镜 让你不管在哪个地方 你都可以照进去 所以基本上看得出来这间主卧室 你的设计是跟着空间去做变化 不是做了一个钉死的设计 然后去截断了所有的光的来源 对 这样的设计是值得我们好好参考的 谢谢 现在豪宅 大家都希望是新古典 舒服 单纯 但是新古典有它的盲点所在 因为它是烤漆 台湾气候的问题 它很容易归裂 所以在我的设计师的生涯里面 我一直不断地在思索这个问题 所以才会发想出 现在的新新古典 可以减少屋主以后 日后的维修上保养上的困扰 那相对的 让设计师跟屋主之间的关系 会保持更良好的建立